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Ryu 我是Yuma 日本你知道有幾間禮法店嗎 不知道 有23萬間 超商也才5萬5千間 所以你看日本的這個禮法到底 有多有競爭力 那現在我們在的這個地方就是 表餐道呢也就是 禮法界中的王中王 就是你問日本人 欸我要去哪裡剪頭髮好呢 他們就會說如果你真的是要改變形象的話呢 你就可以到這個表餐道去 狠下心去剪剪看 就要花錢 我們也不知道這個價位 所以今天就第一次來體驗是Yuma 朋友介紹的那我們馬上進去囉 最後表餐道真的就是你 從這個車站走進來這個小巷 後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 就是外觀很時髦的這個禮法店 啊又走錯了 實在是太多了每一間店都很時髦 好我們到了越南找 對呀在這裡 哇Yuma太偶下來了吧 你看它的建築物外面還有那個 草圍色的那一種 有點像吉普利的世界 對呀 哇天啊 我們遲到了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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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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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好 進來之後呢要先填這個表格 對 大家來這裡呢我覺得就是剛剛這個表格是日文嘛 應該它也沒有中文版或者英文版 如果不會日文的話可以不要填 只是一個只是很小的一個問卷調查 現在Ryu的頭髮呢已經這麼長了 有沒有看到像鬼一樣 不要染頭髮 你要染什麼顏色 已經布丁了 布丁 要省一點的 省一點的 就是要學乖一點就對了 不要太亮 那怎麼辦 你要衣服 不要Let's turn 唇一 看在讃 我們身上才會嗎 我們身上專家的工夫 是啊 是的 我想 我 是的,但是我沒有想要長的,所以我想要長的,但是我希望長的方便要 我會想長的髮型,但是我會想長的髮型,但是我會想長的髮型 怎麼做呢? 怎麼做呢? 我像我一樣的髮型,但是我會想長的髮型 怎麼做呢?我會想長的髮型 今天要來這裡,我會想長的髮型 我會想長的髮型 前髮型,可以長的髮型 我會想長的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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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髮型,我會長的髮型 我會長的髮型 我會長的髮型 謝謝,請多多髮型 日本禮服很厲害,就是他們還會給你零食跟飲料 甜點 我的點心也來了 就是在笨 怎麼樣呢? 我會想長的髮型 你要不要小 我會想長的髮型 我會想長的髮型 你的髮型 我會想長的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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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掰掰 很滿足 很滿足 嗯 誒Yuma 嗯 很漂亮捏 變好看喔 感覺Ryu的髮質好像變好了 他有抱我們就是護髮 就是之前的髮質都好像野草 然後好像已經真的了 而且顏色我超喜歡的 就是那種灰色 希望不要脫色 因為我們上次是漂白嘛Yuma 我想看 你想看嗎 很好看喔 嗯 因為我們上次是漂白嘛 就希望說這個顏色呢 不要太快回去 對 超滿足的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你的瀏海會不會有點長 還好啊 因為他說長的比較適合我 今天我是 而且你跟他說不要剪瀏海 沒有他有講 他後來講就是我覺得長的比較適合你 就是對 因為臉大嘛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 一定要給一個讚 我們畢竟也是人生第一次在這個 這麼OMOTE SANDO這裡 超級失望的這個 這個試鎮的剪頭髮 真的覺得很開心 啊 還沒有講到價錢 還沒有講到價錢 那最後呢跟大家公開這個價錢 然後結束這個影片 我們兩個呢 是 染和剪 我是 加 Yuma還有護髮 我們兩個呢 染剪還有Yuma的護髮 兩個人是25000日幣 對 對 那其實因為我們是第一次來嘛 所以他其實有優惠 不然的話 這可能是已經到3萬多了 對 所以大家覺得 嗯 有點貴 有點貴 會比一般的店還要貴多一倍 左右 不過呢 我是還蠻滿足的 我就覺得 因為他很用心 就是在跟我聊天 然後跟我說 什麼樣的頭髮適合我 就是很用心在剪 我覺得還蠻棒的 Yuma覺得怎麼樣 很棒 好 那我們就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的髮型 那我們就用這個髮型維持一段時間囉 那今天這個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就是學日文的 也可以 實際聽到剛剛我們跟立法師的對話 然後來日本剪的話的時候呢 可以用上 那就這樣囉 Yuma 我們跟他說再見 掰掰 掰掰 再見影片囉 YumaTV和Ryu的遊戲頻道 要拜託大家訂閱 それでは 皆様 再見